好莱坞在2023年迎来了史上最长罢工 持续了118天 当时许多一线大咖演员都出面支持 时无前例的大型罢工为好莱坞演员们争取权益 美国编剧工会的其中一项诉求 提到希望能够规范CHAT GPT之类AI机器人的使用 禁止其撰写或改写剧本 毕竟当成本大幅降低 剧作品质或许还追不上 但却给了资方一个压榨工作者的理由 透过捕捉影像技术 明星部一定要到场就能够演出 甚至这样的影片 只要一个人对人工智慧城市输入剧本就能够完成 人工智慧的发展开始抢走人们的工作了吗 摩根大通执行长认为当人工智慧可以协助多数的工作 人们可以收更多价 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的看法更加乐观 他说不用担心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的工作 反而有机会为人类实现中休四日的美梦 盖茨在受访时提到 人工智能完全有能力可以制造所有的食物和其他东西 人类将不需要再靠一周上五天的班来维持生计 AI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 真的有可能成为解放上班族的重要关键吗 市场专家认为虚拟助理等AI工具可以提高生产力 并且简化流程 预计可以协助28%的劳动力将近3000万人的工作时间 可能会减少10% 并且不需要减薪 让AI成为一个辅助工具 为了防止游泳池发生溺水事件 德国的一家游泳池利用AI技术 在泳池内安装溺水检测系统 七个水下摄影机覆盖泳池的各个方位 一旦发现异常或有人溺水系统将直接发出警报 到救生员的手机 以便掌握黄金救援时间 救生员说他们不担心被AI抢散碗 反而能够因此获得更好的帮助 有时候AI还能帮助人们回到职场 你能感受到这些吗 是的 你能感受到我的手 是的 原本在金融领域事业有成 42岁的汤马是热爱与人社交 但是异常潜水意外 让他伤到了颈椎 生活瘫痪无法自理 他接受了实验性手术 脑中的晶片会接受讯号 经过AI分析之后 传输回脊椎神经 让他慢慢又能再度感知世界 AI技术日新月异 端看使用的人用怎么样的心态 能在周也能复周 可以确定的是 在AI领域的这一片新大陆 未来还将迎来各种未知的发展 东森新闻最后报道